要等他们上来 所以我们先刀磕衣服吧 我们唠磕 我想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剧情啊 你点到了哪个人的耳朵 哪个精灵的耳朵掉了 这是我的耳朵 刚才发生了什么剧情 大家叫得这么开心 嗯 渣男 是柯柯吗 啊 我们就都在这种剧情吗 他到底是喜欢男的还是喜欢女的 谁 谁 没有没有 你说什么 剧情 景言盛行 景言盛行 好像今天 你们看过耶 诶尤尼特看得开心吗 开心 那你们最喜欢哪个尤尼特呀 我们这里三个精灵的人好好讲话 尤尼特 哎太感动了 热声发动 耶 哦我觉得我们得解释一下我们那个剧情 有没有 我觉得他们都没看懂 看懂了吧 他们这么 就是前面没真一个男的是吗 不是 啊对 是 就是我们两个不是 双胞胎 双胞胎 然后同时喜欢上了一个人 然后他先主动了往了一步 之后我们发现那个男孩子其实跟另一个人已经在一起了 然后 最后我们就互相安慰 然后最后 对说什么 爱情是什么 哈哈哈哈 反正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对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秋你希望公司发什么福利 哈哈哈哈 哦 又是那是不是我我说了两遍了之后你要采取我的那个 我们也是两遍 是吧 你们讲过啦 我是第一次来就是说了之后会实现吗 这么说吧我只要公司有福利就好了够了有福利我就满足了 昨天的昨天的海鲜大餐什么海鲜大餐就几只虾 海鲜大餐 而且我去吃的时候虾脚还被人吃光了 难道你吃蟹味的瓜子还没吃够吗 我不吃瓜子 我们是海鲜味的瓜子 还有排面的 为什么要吃瓜子 就是就是那个昨天弄那个大餐的时候 我还在练舞的时候 他们就疯狂就粉丝在我房间说 听说你们公司竟有大餐 然后我当时就 我当时就给他们 我就在我们G队群里面说 我说我已经闻到了龙虾的味道 对呀 然后我们就就很高兴嘛 走到那个走到那个食堂 完全没吃到 有有有有虾 但是是和虾 和虾是什么 是那种软壳的 不是那种红壳硬虾 懂吧 我还 然后他们说 然后他们就问我 林芝你不是闻到了虾味吗 虾在哪呢 我被林芝 林芝说的是 我闻到了小龙虾的味道 对呀 我下来我也以为有小龙虾 我就冲着小龙虾下去 结果下去 连和虾都没有了 我还是从邓欧恩的盘子里面拿着瞎吃 我甚至看都没看到 怎么B爱家的麦 喂喂喂 看一下他的麦 喂 13号 给他一个发言的机会 没事你们先继续说吧 有了 我忘了 我希望公司可以给我们加工资 我想考虑点现实的 我想就 就加工资不现实是吗 不降就好了 就是 我想staff们穿着那种嫦娥套装 哪个staff讲清楚 就 周姓staff吗 可是他没有办法砸那种头发 他可以戴假发呀 有道理 对我就很喜欢看别的女装 我就觉得很快乐 好啊 好 妙啊 希望明天可以看到 不可能的 大乔你想要什么福利 因为我觉得加工资放假 还有什么团建 我觉得都不可能 对吧 那么就 因为我们的海鲜自助餐 都是在食堂做的 要不然做一个巨大的月饼 然后让大家切着吃 就很有氛围 对吧 然后月饼里面都是钱 就更快乐了 对对对 就是那种月饼有馅 然后你把那个馅切开 所有钱都切碎了 会不会很难过啊 不 就是弄那种小颗粒 然后上面写数字 来抽奖的那种 好棒哦 就由大乔来实现了 加油 加油 明天就用大乔的工资 来给我们发福利 那惨了 你好坏啊 居然苛扣小孩子的工资 我是有点坏 这不是习惯的事吗 那你呢 我就想要个按摩椅 哇 有道理 你很敢想 上海中心就有按摩椅 北京也有 北京也有吗 对 所以状态不能输 然后明天状态就放那种 要自己给钱的按摩椅 还赚自己公司的钱 我可以 我可以 我以前做上海的按摩椅 然后做了15分钟 第二天背后就有6个瘀青 因为他那个 不知道可能他的力道还是什么就很强 力道很强 我们以前也有人手按摩的 手按摩 对 就是有按摩房的 哦 我有看到 对 你们记得吗 就记得 但是他们 我们还没有体验到就没了 对对 你们还没体验到 有 有 有 那个时候还有 只是他们偷懒 不是 是当时说我们是预备生 不预备生 不可以被按摩 哦 你们被 这样我们就看 怎么会干这种事情 然后我们升格了 就没有 没有按摩的了 天呐 太长了 那我 我想公司发什么福利 就 也不算是什么福利吧 就造福一下 开个那个普通话的培训班 哎 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我刚才也在讲 说到这个 我跟你们说 你们必须得 去补上一场的双行道 为什么呢 上一场有一个 就那个 让一让 都让一让那里 是李家佩和福明明 两个人的分子 让一让 我唱的是 调准的 我唱的 那你们俩现在 你们俩现在来一次 你先 一起 要听那种和声 他们俩一起唱的 一起来一次 三二一 让一让 你两个调都不在一个调 对啊 重新 再一练 三二一 让一让 都让一让 接着 接着 他 他 他不行 你们继续 我可以 那你一个人哪一项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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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他是你的问题 让一让 都让一让 你要把后面的唱完 我觉得好像是后面 不是让一让 你舌头要再靠前一指 让 套前一点 对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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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算了 上次你看他两个上双形道 两个人在一起做那个动作 这样子 哦 他们做很帅那个 对你们两个特别有 有feel 你们两个中间就在那 然后头都是歪的 而且很拽 对对对对 就是表现 我们要样一样嘛 对 就是 一般人做喘那个动作 真的 我做就是这样的 什么动作啊 什么动作啊 双行到中间的那个地方 他们Solo的动作 他们后一句很好笑 好难啊 演演演 喂 什么 你干嘛 让一让 后面是什么 你们那句分子 什么都别主打 然后下一句 So high 不是这个 原来你想骂人啊 是你们的那句让一让 让一让 都让一让 伪装了 演状是香 然后你们唱这句才好笑 他们都不知道分词 他们都不知道词是什么 扣钱吧 假唱诗吹 让一让都让一让 什么都别阻挡 So high 让一让都让一让 别再多让一让 是香 好笑吧 不好笑 你知道吗 录音老师说 我自己唱得很好 让一让的后面 他可能只是想早点结束工作 对 我觉得还鼓励 开普通话班是不可能的 对 不可能 我觉得是 舞蹈房 开一个 安装一个 另外的空调 比较现实 对 我觉得KTV先修好 就是个最现实的事情 KTV是好的呀 KTV还坏着吗 还是坏着 有点坏 就是我们每次练到十点左右 我们是中央空调 他就会整个大厦 整个洞楼 整个洞楼 全部关掉 然后我们就 每天都在蒸气房 你可以去求门卫叔叔 不行 又洋空气 他是中央空调 对 对 他就会没了 虽然但以前我就有半夜都 吹了空调的关 那是看运气的 对 要是社长忘记关了 他就是 他就是凉的 然后 然后就是 就是我看到有人说 说就是 为什么非要到半夜练舞 其实不是 他们是从昨天下午五点钟 一直练到昨天凌晨一点多 我们是上午排练 排练完下午排练 对 下午排练完晚上练舞 对 对 那不是非要挑凌晨练舞的 对 对 对 就很忙 我就希望 你这样做汉针呢 嗯 我的中秋节的话 比较实际一点 我就希望下次中秋节 不要再安排了 这么这么的累了 因为我今天真的 从上周到 从九月份开始到现在 我感觉我一直爱为了 不知道为了什么东西 在拼着命 梦想 为了梦想 梦想汉水坚持 为了你的粉丝 你知道很好笑 为了爱情 就是你 如果仔细发现的话 你会发现 本来我们那个舞蹈房 有三 不是有三个字吗 在三面墙上 对 梦想汉水坚持 我不知道某一天开始 他把汉水两个字 给遮了起来 我记得 是有成员 录武 不想漏出来 那个汉水 拿白纸把汉水挡住了 再也没有撕下来 公司让我们忘掉汉水 这个事情 一定要只记得住 梦想和坚持 梦想 泪水坚持 就希望 泪水 也有一步 就很实际 然后希望空调 真的能 吹一吹 就多吹一吹吧 我每天十点多 就是十点 十点只要一过就开始 满头大汗 对 满头大汗 然后头发都湿的 然后 每天都要洗头 我这种掉头发的人 好痛苦啊 昨天 林志还给我们送来 那个 送在 我说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昨天洗完澡 下了 然后林佳佩 她 哎哟天哪 她那个刘海 现在是像个人一样 她昨天晚上 就 全脸都是水 然后 整个人往我身边呼 然后我就赶紧躲开 我就看了一眼 看到排练室 有柯柯 有林佳佩 有李珊珊 有罗涵月 四个人在那 满头大汗 满 脸上全是汗 然后我上去 拿了酸奶下来 发现还有个注意心 在下面 哎你 你上次睡觉 哎到底是谁 跟我两个说 那个人还偷拍了 林佳佩睡姿 在不在台上啊 是你吗 什么 偷看林佳佩 偷拍了 那都林志 那是她说 要林佳佩睡觉起来 还有某有样的呢 对啊 我就很奇怪 对 因为别人睡觉 都是睁眼睛 睁嘴 你眼睛也不睁 睁嘴 对啊 又不是张飞 睁嘴 睁嘴是什么 睁 睁嘴 张嘴 罗可佳 你看不起谁吧 他不是睁眼睛吗 我好像没有在G队 说过这个事情 就是罗可佳 我第一次 我刚来这个团的时候 我跟他是室友 你讲什么八百遍了 我在G队没有讲过 我都道备如流 我在G队没有讲过 那天工业 不是工业完 军训完 我四点多 我们写完作业 凌晨四点多 罗可佳就已经睡觉了嘛 然后他就这个样子 哎 林志现在有偶像保抚了 他现在都学得不像了 这是睡觉的 然后我就看到他这样 然后我就说 哎 你怎么不睡觉啊 你不困吗 我说哎 你在干嘛 是我就塞了两个澡进去 后来我发现 你现在就集一管 芥末进去 你现在凌晨五点来 我跟胡秘秘房间 你就会发现 两个人都这样睡 是的 我只是睁开眼 我只是睁开眼 罗可佳还睁嘴 你们俩会吧 不是眼睛大吧 你们俩会把门卡 放在门上吗 好吓 真的是眼睛大才会这样 放在上面吗 什么 林志就不行了吧 林志 那你觉得小乔眼睛大吗 你觉得你眼睛大吗 哎 哎 哎 今天晚上 你觉得你眼睛大呀 嗯 小乔睡觉也会张开眼睛 真的吗 那就说明小乔的眼睛比你大 就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你睁不睁眼 是因为我有偶像包袱 你晚上睡觉你都有偶像包袱 好有包袱 好近 你是怕小乔突然拿起手机对着你吗 没有 是他小乔就是这种人啊 小乔上次跟我说 我上次我好像跟他探讨什么 就是周围的人如果不开心 该怎么安慰他 然后小乔就说 大乔只要不开心 我就拿出手机来拍他 他哭小乔一样 小乔真的很过分 我昨天晚上凌晨三点在看他们直播的录播 我就看到大乔噎到了 小乔在那边 哈哈哈哈 太好笑了吧 在笑一直在笑 我觉得就昨天我们在那吃饭的时候 大乔吵架了嘛 然后大乔就献殷勤 就那个去拿了西瓜和哈蜜瓜 放到他们两个座位中间 他说我们一起吃吧 小乔不理他 大乔说 那我们和好吧姐妹 小乔也不理他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不可好 他太烦了咯 他整理好烦 学得好像哦 是吧 是 其实小乔还是挺好的 他人还可以了 还可以 还可以 只是还可以 打架了 还行 还行 问题姐妹发好人卡 对 还有还有人没讲的吗 有胜柱吗 没有 哇 你们讲了 不敢有胜柱 对 我觉得中秋差不多 对 我不敢奢求太多 我想 我想看 大 好像也不太现实 我想看大乔泳装 你知道吗 你们刚刚说了一堆 我们刚刚说了一堆 然后都是在给公司提意见 你觉得 屏幕前的周 那个 策马 奔腾 对 他听了会怎么样 还有 你知道吗 上次有一次公演 就说如果你是 什么 如果老总是你的后辈 你会干吗 然后不是大家都说了很多 是吗 然后我就在想 哎 这个人又想到了 新的折磨的法子 对我们 所以 那场狗演以后 大乔在后台特别崩溃 怎么办 我是不是讲错话了 我这样是不是不好 反正这种不看就好了 对 但我觉得他应该 没有看这场狗演吧 对 我也觉得他应该 去出差了吧 你们就 就现在我们开始疯狂夸他了 然后大家解个cut 爱兰 对 很棒 哇 广州斯拉 简直是世界上最良心的公司 对 我太爱广州斯拉了 我要为他奉献一生 你呢 那倒不用 拜拜 哈哈哈哈 怎么会这样 小安想要贡献一生 我听到了 自己的一生都是短暂的 那我们这里有生猪吗 应该 有 哈